身为医生我们的天职在救助患者 但是呢我们却在我们的工作上呢不被保障 其实自己也很心酸 我觉得说当医生当到这样真的是 很不假大家说真心的 就是你看那像我们礼拜一门诊 早上的门诊可以看到下午三点 那就是礼拜三下午的门诊可以看到晚上八点 我们是很认真在照顾我们的患者 那为什么我们的劳动权呢 就是就是没有被保障到 我个人从民国八十六年七月十号开始进入张机 当住院医师服务以来 二十五年来就静静夜夜认真做自己的工作 照顾患者那也 你们知道医学中心就是要教学啊研究啊 那也认真在自己该做的事情上 那在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呢 就被医院单方面告知说 我的门诊要有一些调动 那我个人也跟医院陈述一些理由 说是不是希望可以不要调动 但是最后还是就调了 那么在今年的第一季 就是一到三月这第一次调动 那我也都就配合医院的要求就去看门诊 然后第二季的时候又做了第二次调动 那我也是就虽然是可能有一些意见都不被接受 但是我也是都认真去做我该做的工作了 那么结果在今年的这个五月三十号呢 就单方面接到医院给我一张通知书 就是契约期满通知书 那当然就是不续约 然后说我工作到六月三十号为止 那么因为长久以来呢 我们知道呢 就是住院医师已经纳入劳基法的保障了 但是呢全国广大的组织医师呢 并没有在这个劳基法的保障之内 那也就是说组织医师的工作权呢 就是没有任何的保障 那么医院可以单方面的 就是可以把你解约不去约 期满不去约 那我个人是深感受到伤害 身为医生我们的天职在救助患者 但是呢我们却在我们的工作上呢 不被保障 其实自己也很心酸 我觉得说当医生当到这样 真的是 很不计划 就是你看那像我们礼拜一门诊 早上的门诊可以看到下午三点 那就是礼拜三下午的门诊 可以看到晚上八点 我们是很认真在照顾我们的患者 那为什么我们的劳动权呢 就是 就是没有被保障到 自己是觉得还蛮难过的 也蛮生气的 所以呢在疫情那么紧绷的时候呢 也很希望说主管机关啊 立法机关能够看到 全国组织医师的委屈 大家一起好好的来保障 组织医师的劳动权益 让我们可以更安心 我们更爱心的工作不是病人的福气吗 这样不好吗 谢谢大家